嗨,大家好,這次想跟大家聊一下那個斜槓青年 那在開啟這個話題之前,我有一個想法想告訴大家 就是過去小時候的時候家長就會告訴我們的小孩子說 你就是要讀好書啊,然後讀好書,考好成績 然後考了好成績之後就可以找到好的學校 考上好的學校你就有好的,之後就有那個好的工作 然後你就可以努力賺錢啊,然後滿足你的物質需求之類的 那以這個前提之下,我們來開啟斜槓青年部分 其實斜槓青年講的就是說,我透過我的學子本能 然後去找到相對應的工作 假設我原本是讀醫的好,那我當然是從事醫生的工作 那我可能讀一些貿易啦,然後我就可能往那個業務發展 那像我,然後你可能其實那不是你真正喜歡或想要的工作性質 那有些人透過自己的興趣需求 他可能就,比方說他喜歡攝影 那他就會往攝影的方面去做專研嘛 他可能會了解一些,比方說拍攝的角度啦 或者是說曝光率啦,光圈啦等等,不管 那他就會專研的很深,然後他可能會成為他的第二個職業 業餘的時候可以去進行這項工作之類的 那其實,談到這個就是說,那假設就像我 我可能就是,是一個胡說八道的人,這是我的職業 然後我的那個,另外一個職業就是 愛吃吃,或吃人胖,吃胖子之類的 那不管,就是假設,假設就是如此 那他其實那個所謂斜槓青的意思就是說 我除了學業本質之外,那我還透過我的興趣 我想要的那個人格特質發展 然後去找到另外一項專屬於我們的那個第二性質的工作 那再回來講前面的話題,就是說 考好那個成績啦,讀好學校,考到好學校啦 然後可以有一個好的工作 然後到最後到職場上面去發展之類的 但其實這個本質上都不是你 都不是真正的你 那我會想要說,其實對我來講 我的感覺,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覺怎樣 我覺得斜槓青年應該再加上一個斜槓 然後稍微把斜槓轉一下 我覺得那是等於,就是等於你自己 不管你今天是醫生,那後面你是想要做什麼東西 最後,最後的回歸都要等於是你 等於是你 那其實在以前求學過程中 大家就是,就是老師教你書 然後沒有告訴你說 嗯,什麼是你想要,什麼是你需要的 那其實他們就會扼殺掉你想要做的發展 特質需求,沒有依照你的那個所謂的 你的可能專長特性啊,然後去跟你做講解之類的 不管,那其實後面聽說有一些制度有出來 專門是針對可能人格特質發展興趣之類的 然後有去幫學生去做研究 然後讓學生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職能 那我會想要講斜槓青年的原因是其實是在於說 我剛才講的說,剛才講的說是等於你嘛 那我覺得說斜槓青年,它應該要 比較寒暑的本質應該要找到 專屬於你自己想要從事的一些行業之類的 那最好,最快的發展我覺得應該是說 從你在學習的時候,學習的過程中 你總會有某些科目或者是某些項目是你特別強的 或是特別喜歡的之類的,不管 那你就可以去針對那樣的項目去開展自己的那個 比較專屬於自己的特質 不要傻,其實 這個又牽扯到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說 以前的我們 其實都在犯錯 就是說 我們也容許這樣犯錯 就是 邊給我們什麼,我們就去學 但是我們從不問自己說 我們自己想要,真正想要是什麼 你要回頭去思考的是說 我做什麼 哪些事情我做起來我最會有動力 我不會做個幾天就覺得說性智缺乏 做那件事情是讓你非常想要去做 而且是不會有那種倦怠感 那就是真正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來到這個世界上應該都有他自己的目的 或者是一些價值存在 那有些人可能沒有 還來不及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或價值 他就已經 往那個 那個 人生的最後的旅程前進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很可惜的 那應該是要說 你去找到一個 真正你想要 然後是你 就是你 你會想要做 然後做得非常愉快跟開心的事情 那其實斜槓青年的本身 本質當然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賺錢的職業 那就是你本質 那你透過本質 賺錢的能力去support你 後面想要做的興趣 但是我會覺得說 斜槓青年再加上一個斜槓 會等於你的原因 是在說 我如果 假設我很早以前 就開始 了解 嘗試去了解自己 然後針對自己的興趣去發展 你一定會有某些 科目或項目 或者是說某些領域是你特別專長 我相信一定有 而不是沒有 有些人可能不擅長那個讀書 但是他就擅長寫作 或者是擅長那個唱歌 然後或體育之類不管 那他總有一個方向是 非常適合他前進發展的目標 雖然說其實現在在那個台灣來講 有些行業他沒辦法 讓他可能去賺錢 然後讓自己過得很好 但是其實就國外的那種 但是資源當然不同 我覺得有差啦 那可能生活環境不一樣 教育出來的那程度也不一樣 導致我們會有不一樣的思想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按照個人的那個 天職天賦啊 然後興趣領域去發展 會讓你 你可以思考一個點 你每天去工作 可是你每天過得不太愉快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當然不是說每一件工作 都是可以讓你那個順心如意的 只是說能不能說提早找到自己 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領域 然後你的專長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可以找到一項 你真正專長的東西 是你有興趣 然後你願意花時間去投入跟了解的 那他一定可以成為你未來想要賺錢的那個管道 我覺得現在的那個工作機會或性質 已經逐漸在改變跟變化了 那不見得一定要到公司去才能有一些正常的收入 你像現在很多的YouTuber也好 他也是透過一些影片啊 他玩假設一些那個 玩遊戲的玩家好 他也是因為喜歡玩遊戲 然後他去當YouTuber也賺了蠻多收入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興趣嘛 那他不見得一定要跟他的學子本人有關 但我覺得回歸到最重要一點就是 如何找到你自己 你自己很重要 什麼是你自己 我覺得你要想要是說 只要我去從事某件事情我想做的時候 我不會有那個動力匱乏的問題 我會很積極的想要去投入他 對他我會有很多熱情 那有無限的想像跟那個 開創立之類的不管 那個東西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你越早找到那件事情 你越早投入去做 你的人生就會越不一樣 那這是我對於那個斜槓青年的看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人有不同看法跟不同見解 只是我覺得說通常對斜槓來講 我覺得那後面當然要做就是你自己想有興趣的事情 那就是你嘛 那如何找到你自己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原本想要做這影片的原因是因為說 我覺得說現在太有很多人其實他 當然可能是我啦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說有很多人可能 他沒有辦法去找到專屬於自己的 比較有興趣或想從事的行業 然後他可能就勇勇嚕嚕嚕的過了一輩子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可惜 其實每個人如果你要思考 假設每一個人他的每一個特質都可以得以發揮 然後在某間公司或行號或是在哪裡不管 他的能力是可以發揮到極致的 那你想對那間公司的幫助有多大 那所有的那個效能啊生產啊都會往上提升 競爭力也往上提升 你同時你的競爭力也往上提升 你公司的競爭力也往上提升 那大家都一起在進步的過程中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的環境其實會比較有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那拍這支影片的目的也是在這裡 就希望說有機會看到這支影片的人呢 你可以試著去思考說 當然你的鞋鋼青年可能的想法跟我不一樣 但是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希望你可以先找出專屬於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種事情是你就是做我非常想投入 然後不會有會疲倦的感覺 那你會有很多的那個動力啊想要去投入 不會說想睡覺之類的 其實像我也喜歡讀書 但是我可能讀書個前幾分鐘可能會開始想要睡覺 然後大概小咪個幾分鐘 那我後來精神回復之後 我當然就可以看上兩三個小時的書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想說的是說 當然看書的過程中看的越多就會想的越多 你的思考也會跟著一直豐富起來 那我想要做這支影片的原因 主要也是在於這裡想要提醒大家說 不要去浪費自己的那個時間跟青春 然後你有機會 當然很多事情都可以同時去做去投入 但是最重要是如何去找到你自己 真正屬於你自己的人生 不是別人去幫你決定的 就是像我前面講的 其實你應該去了解說 什麼是你想要做的 而不是聽從別人建議以前的一些學生 他可能我甚至有同學他可能是 假設他國中好 他國中考高中 他可能不是自己的興趣去讀某個科系 而是因為他的同學 他最好的罵集 或者是他的閨蜜 他想要讀某間學校的科系 那他跟著他去讀 但是後來那個同學他讀完 發現說其實那個也不適合他 其實這樣就浪費了三點時間 那你可能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要再繼續浪費那個四年的時間去讀完 你不想要讀的書 那我覺得這樣何苦 你應該要去順從自己的行業去了解說 什麼是我比較想要的 然後提早去找到 比較適合自己的發展的領域去做 學習也好 或者是說深入的挖掘相關的知識也好 然後讓自己可以充分的了解說 那些東西是你想做 然後你之後想運用的 然後把那些知識 運用在你的那個工作性質上面 我覺得這樣也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以上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 歡迎在右下角 右下角 右下角 幫我按下那個訂閱 然後下一次再見 然後我再想個主題跟大家見面 掰掰